日军禁止的隋军照片五十年后解封,到底隐藏了日本什么秘密? 一、被毙掉的,不许可写真,这是一组新华日军隋军记者拍摄的照片本是宣扬日军,英勇,的却在即回国内后被报社盖上了,不许可,的印章毙掉了被毙照片,多多少少,都与当时的日本新闻宣传纪律不符, 据1938年四月国家动员法,政府有权对报纸及其他出版物的内容进行限制迟之禁止,不许可照片限制标准,当然就是以有利于军国主义的新华政策为第一考量,不利于日本形象的疑虑,不登只字不提南京大屠杀,为啥日本人直到战后还知道的那么少不但报纸, 上不提一个字就算回国的老兵,如果反谈及,也会被宪兵或思想警察抓去概义,造谣或众,渐尽数月由此可见这,不许可,的照片中多数,都是宣传了不该宣传的日军队的, 比如把中国人绑到柱子上,蒙上眼睛用刺刀当场刺死的照片,是隔近五十年这些,不许可的写真,在1990年代日本反战时期,又被日本报社解封印出来以示警示和纪念, 所以这些历史得以重见天日不许可照片,标签,二战,侵华,战争,抗日战争,南京大屠杀,新善兆,二,日军哪些不可以报道日本有明确规定918事变后? 今朝日新闻,大百美日新闻两个报社,派往我国东北地区,以及上海的记者总数就超过了30, 凌人随着战事的继续派往中国一线的记者越来越多,据资料统计七期时, 变后日本在华记者增值400人,10月增值600人,1938年10月武汉会战,结束时达1000人8年战事中日, 本记者团的规模仅次于中国他们有个名字。 校笔部队配图为管理记者们的报道,日本国内在1940年12月成立的言论统治机关, 内阁情报局次月又制定媒体限制令,禁止有碍于国家重大决定的言论, 甚至对一般性事件报道也做出种种限制1943年陆军报道部颁布关于俘虏报道检查注意事项, 对俘虏进行体拔或裸体劳动等虐待俘虏的行为,用俘虏做苦意的事件,等。 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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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